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内容产品的开发 从1998年开始出口 十多年来呢 这通房中央业 在海外经常人们叫CNKI 所以我后面就说CNKI CNKI的海外业务呢 在产品服务渠道等各个方面都有了一定的规模 中国的学术文献资源在国际上 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但作为一个国际化的产业 还有很蛮长的路要走 下面呢 我也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 CNKI的基本情况 然后再谈谈当前 我们在国际化的进程当中 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和我们的对策 也许有的 和大家有一些共同的问题 希望能和大家共享 分享 通房之网是由清华大学主办的 中国学术期刊 电子杂志社和通房股份有限公司的两个独自主公司 一个是通房之网 一个是通房光盘 三个公司 组成的一个产业集团 电子杂志社 所要负责内容的数字出版 通房之网 负责技术开发 发行和服务 通房光盘 所要负责数字化的业务 那么我们出版的内容呢 主要分三大类 也像海外 一类呢 是有研究价值的 和情报价值的资料 比如学术文献 这里有期刊 像波士市学位论文 会议论文 专业资料 方面包括专利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项目成果 那么也有 政策法规 国家的 地方的 法律法规 以及案例 还有很多 事实性的资料 是年间 报纸 新闻 统计数据 科学数据 图谱等等 那么CNK所收录的内容呢 达到 或者超过了 国家 产出重量的90% 他的完美心 和出版的 记事心 已经形成了 海外学界 增结 企业界 从科学的角度 或者从某种需要出发 研究中国的一种文献情报的基础 那么 再一方面呢 是 有学习价值的资料 比如 这些语言词典 各种 词典 词典 各种 呼吟词典 百科学书 包括专业词典 书语 也有一些专注和教材 专注和教材呢 我们起步比较晚 现在工具书大概有五千多部 从数量上来说 大概有 近十年 这个工具书出版总量的将近80% 那么第三方面呢 是一些有阅读价值的资料 这是一些文学艺术作品类的期刊 有评论类的期刊 也有文化生活类的期刊 那么这一类的期刊 在这个平台上收入大概有90%左右 那么 我们的出版发行的方式啊 从产品来说 基本上还有两种 一种是数据库 那么包括有全文数据库 才要数据库 英文数据库 学者数据库 研究机构的数据库 项目科技数据库 那么还包括一些政治服务的数据库 有这个知识点 有这个英文作者 科技方向等等 这些知识基点 所构成的这种知识网络 我们叫知识网节数据库 那么还有一种评价数据库 是一种全新的 可以将论文的印证东西 可以挖掘出来 而且可以规范的 把它处理 形成一种能够定心的 定量的评价 叙述文献的一种参考系统 那么 另外一种产品呢 就是知网书 是以书为单位 或者文献为单位的 这种 网络出版物 那么它是用 刚才说的这个 纸网节系统 把这个文献 的内容 组织起来的一种文献 有这个 比如期刊的文献 有纸网文献 纸网学位论文 有纸网的期刊 有包子 图书 都是这样的注释形式 那么 从这个 出版发行的 方式和平台来说呢 我们主要采用的是 网上的 云出版 那么 现在 从数据的加工 和发布 产品的发布呢 所以两种方式 一种是集中的 由我们统一来进行 加工发布的产品 那也有呢 是 分布式的 由我们的商友 我们提供内容的 出版单位 在自己的 这个网上 进行加工 在并在 我们的平台上 分布式发布的 系统 那么可以采取 云冲出的方式 那么各个出版社 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 来建立自己的门户 那么 这里后呢 要 还有一个 一个数字出版物的 潮湿的平台 它可以提供 B2B的 和B2C的 电子商务 和版权保护 在 终端 想明一下用户 和 个人用户 和机构用户 我们提供了这个 图书馆的 贯倉之言的 云存储 云管理 读者的 个性化的云服务 这里后 有几个数字图书馆 有个人数字图书馆 有 个人的 学习平台 和研究平台 等等 各种各样的 政治服务 这是 这个 中国之网的 一种 发行的平台 明显海外 和国内的 大体上是相同的 那么 目前 海外的市场情况 现在 这些产品 有个市场 年转努力 发行到了 40多个国家 1200多个机构用户 主要是 高校 公共图书馆 这些党 派 和政府 一些 灾化投资企业的 母公司 目前的 这个 发行的范围 还不是很大 而且 在 这个国外呢 还没有开始 做B2C的 推广 这是 前面 我简单介绍了一下 我们的基本情况 下面呢 我想说是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和一些对策 第一个呢 是 关于内容和 产品 首先 我觉得 科夫 语言障碍呢 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因为海量的资源 要解决 这个市场问题 这是必须要做的 现在呢 我们虽然已经提供了 英文 法文 德文 西班牙文 这多种语言的 在先翻译词点 就 但是 它还不是翻译 它还必须要突破 这个自动翻译的技术 实用的话 那么这方面 我们正在 正在 努力吧 但是 还有比较 这个 困难的 技术难题 第二呢 要 帮助 国外的读者 科夫在文化和知识背景上的障碍 因为 他们不了解中国读者的协助背景 就 也不知道中国的故事 所以我们 要采用 各种各样的专业词典 和相关的文献 去在我们的 这个所有的文献当中 去做这些链接 来为读者提供非常方便的 必要的 这种背景知识 第三呢 是提高学术质量 就是提高 学术出版的资料 所以 这个问题 大家都是真说公知的 我们必须要有 小的去 抑制 各种 学术部门行为 来梳立我们 国家 学术和 学术出版的 诚信形象 提高 出版资料 也必须 要推进 学术期刊的 这种优贤 数字出版 在 在英国 国外叫 Online First 就是以文章为单位 闲上网 和文印刷 以 这个出版速度 和传播效率 来吸引 国内外 高水平的论文 在国内的 期刊上发表 并且 要和新的 这种 虚数评价的 系统 相结合了 逐步 打造一批 国际 待讨的 虚数期刊 目前呢 在我们的平台上 已经有 一千多种杂志 开始做Online First 出版 预计今年年底 将会达到 三千种 那么 就是 意味着 意味着 我们国家的 学术期刊 的 数字出版 转型 将会很快完成 第一次 科夫 知识 获取的困难 因为 多数国际读者 阅读理解 中文文献的 效率是比较低的 特别是 从中文的提取 获取知识 就更加困难 另外呢 我们要 做全文的 这个 翻译 也是比较 难以突破 所以 我们想 要开发一种 新的 出版产品 就是 叫 知识源 数据库 就是 把 虚实文献 各种 资料 当中的 主要的 随时点 包括 这个 理论的 知识点 方法的 知识点 实时的 知识点 把它 提取出来 然后经过 一种 规范的 这个 处理 提供给 读者 而且 它翻译起来 也相对简单 成本也比较低 自动翻译技术的 可能 会 容易成功 那么 加上 动态重组的技术 那么 能够 给 读者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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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新的 这个学习研究工具 王总 还有 两分钟 哦 好 好 可以 他能够根据 这个学习和研究的 需要 来自动的 生成和助织 他要 需要的内容 所以 这就 我简单说一下 这些知识员都包括 像 理论性的 有概念 假说 观点 理念 公理 原理 定理 公式 图表等等 像 方法性的知识员呢 有 各种方式 方法 技巧 模型 实质性的 知识员呢 有很多 是数字 图表 人物 机构 事件 产品 等等 那么 这是 在产品上 要做的 新的事情 我们觉得 这样的产品 有可能 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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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物 做出去 可能会有 有好处 第二方面呢 关于这个 基础和传播平台 那么大家知道 这个 文先检索 长期以来 有一个 悖论 叫查权 查 同时要实现 查权 查准是 是几乎不可能的 但是 对于 意思就是说 你要查的权呢 就一定查不准 你要查的约准呢 就一定查不准 那这是 跟大家很难解决的问题 但是对 学术文先 手术来说呢 它本身 就是科研情报的 获取过程 就是文先 刁研 选题 决策的过程 因此 它客观上 不止的需要一个 既能够查权 也能够 查准的工具 但是它很难实现 那么这件事情 对 在我们的文先 在国外推广来说 其实是 非至关重要的 它因为 它决定这个 学术文先 国际传播平台 和通道的 这个地位和影响力 影响着我们国家 叙述文先 数字出版 走向世界的 途径选择 在这个方面呢 我们存在 利用 我们长期以来 在这一些 数字化 建设的 规范化结果 和一些技术积累 和新的技术 比如像一些主题 发现 规范文档 与以往的 多方面的应用 在目标 突破性的精彩 我们相信 这件事情呢 还是有希望的 而且还是 尽快 很快就可以实现了 另外呢 就是发布平台 现在 我建议你就讲第三 你没有时间了 好 马上 好 那行 就说要和国外的一些 出版商和相关的 检手平台 多方面的 合作希望 能够打造成一个 一个 在国际上 全维的检手运情 这个工作的 目前的进展 还是比较好的 最后一点呢 是对我们自己的 一个反思 因为走出去 十多年 规模 刚刚 达到一千万美元 那么上面 讲了很多原因 但实际上呢 以数据库产品 进行 这个B2B的销售 这种 长期不变的 主要的商业模式 是 闲着 这个 市场突然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么这个问题的 更远 在于企业的定位 不是很清楚 把文贤 数据库 作为一个主要的出版产品 它限制了机构用户 和个人读者的选择 也限制了我们的出版单位 参与这样的数字出版 它缺负好大家的参与 就没有新增 全产业的积极性 所以 王总已经过了两分钟了 那我就 所以要调整 最后我就 结束 不说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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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